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调查组已经基本查清 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 生产风狗症疫苗的事实 发现企业为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成功率 使用不同批斥原液勾队 再进行浓缩和顺化处理 当中部分原液过了有效期 另外一间公司虚假标注产品生产日期 又更改老鼠实验的时间 东窗事发之后 企图销毁证据 截至星期三已有16个疑犯被刑事拘留